現在早上9點10分 我們先上來準備等一下要採訪 就是冠軍選手們 然後今天天氣超級好 他們6點出發 然後菁英組預計是差不多 9點半會到山頂 然後這裡是補給門 就是大家的記錄 選手的記錄 剛剛大哥都說那個菁英組選手真的太猛 因為一般開車開很快 從七星潭上來也都還要兩個多小時 然後菁英組選手騎腳踏車 三個半小時到山頂 有天理嗎 可是山頂真的超冷的 因為我今天沒有預估到會這麼冷 所以穿夏天的衣服 然後加一件外套 所以剛剛是大哥還借我一件頭外套 因為真的是人到手都是冰的發 跟大家看那個今天頒獎牌 天氣超級好 所以的 很美 武林真的很美 難怪車友們這麼喜歡這個聖地 現在就讓我們來 進代冠軍前三名 看看是哪些菁英選手 還沒還沒 對都是機車 剛剛大會報告說 目前領先的選手是John Epson 很期待 然後我們剛剛已經在超級遠方看到兩個小小的人擠在一起 所以第一名跟第二名目前是很近的狀況 但是還沒有出現在我們視線範圍內 最紅牌公司 丹尼奈 法國跟澳大利亞 就是John 大家都說希望John可以有機會復仇 你在直播 對我在直播 你好你好 超緊張 大家一起幫選手加油 現在武林排球上面都是人 這個地方關站很好 我快緊張死了 我現在手在發抖 我右邊是相機 左邊是手機 右邊是三個國家的領先選手在做拉丁戰 在做拉丁戰 你看到嗎 然後後面還有選手 這樣來了這樣來了 很明顯冠軍會長 張慧獨 教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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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看看 卻差個幾秒而已 真的很可惜 這一位是五號 五號 在地 我們要選手在地 後來法國的選手 如果後來應該有 二十秒三十秒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法國拳手 加油加油 第三名 掌聲鼓勵三號 CAMERON PIBER 第六名是來自日本的 MORIMOTO-SAN MORIMOTO-SAN 這邊是前六位以來終點這邊的選手 那這裡我們請前三位選手 John Epson, Benjamin Debo 以及Damián Monnier Riskam to the stage We will have a short interview 好,目前我們前三名的選手分別是 來自丹麥的John Epson 第二名的Australia Benjamin 還有第三名的法國的Damián 好,所以我們也請三位選手 三位選手請就我們的訪問台前 在這個名六頒獎前 等前六名之前 我們請這個媒體先採訪 好,所以請這個 Number 3,3號 Number 3 Damián Monnier 好,首先我們邀請我們交通部觀光局 我們的王組長為第一名穿上冠軍衫 冠軍衫 我們請我們的黃組長為我們冠軍選手穿一套冠軍衫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前六名的獎 我們請獻花 然後我們想請我們的經濟贊助長 我們的代表從Dural Tire 我們請獻花給所有贏的獎人 好,來 接下來是第四名 現在進入第四位 Cristina Munoz 她的結果是4時7時45分 第五位 第五位 我們日本的獎人 Yukami Naga Gomi 她的結果是4時19分 36分 第六位 第六位 也是從 Spain Elena Fernandez 接下來頒發獎金 好,頒發獎金 當然 我們必須提供你們的獎金 我們正在獎金 第六名 還有第五名 好,以及第四名 好,第一名的 支票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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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差不多700多位選手裡面 大概還剩160位選手還在騎 那頒獎儀式大概實際上都結束了 那今天真的非常幸運 可以跟著NHK來當翻譯 然後在現場看 就是採訪這樣子 那今天呢優勝是John Epson 剛剛大輝一直不斷的說 John Epson來自丹麥的選手 也是我們的台灣女婿 他就是成功的復仇了 那John Epson剛剛自己有說 今天的成績是他三次得到KOM冠軍裡面 最好的一次 那因為他已經從職業隊退休了 他相信就是未來一年 他不會再保持這麼好的 shape 所以他希望明年再來的時候 是可以好好的享受這個賽道跟風景 就不用像現在這樣子 一直瘋狂的衝刺 然後第二名男子選手呢 是來自澳洲 住在Sydney雪梨的選手 那剛剛有訪問他 他自己感覺有點懊悔 因為他其實真的跟John 好像是只有差11秒的時間 然後他說 他說他今天是為了第一名而來的 但是就是 他說John is better than me 他說John的狀況他好 所以很可惜 他今天沒有得到冠軍 不過這是他第二次參加KOM這個比賽 他第一次參加的時候是第三名 然後今天第二次參加是第二名 所以他非常希望 明年他再來的時候 可以得到冠軍 然後第三名是來自法國的選手 那法國的選手 我剛剛訪問他的時候 他感覺就是 就比較 享受了一點 然後 剛剛因為我們是幫NHK採訪嘛 我本來用英文訪問他 結果他說他自己用日文說 其實他就是 英文說 日本語 就是他的 日文比英文好 所以我就沒有用武之處了 好 那這次真的非常的開心 可以有這個機會在現場看 然後 今天天氣也非常的好 Linda非常希望明年自己 可以在這個賽道上面 完成這個挑戰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在影片下方按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Linda Love Cycling 或是還要打開小鈴鐺 這樣Linda有新的影片上線 才會通知你喔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